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佳慧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佳慧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好 這個就是釋放出來的影片 8月15號的時候 在東部戰區的解放軍的飛行員 然後呢 仔細往下看 好像真的隱隱約約看到澎湖 這個禮拜大家都在討論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這個攝影的技術很好 你也有人說這個就是拉近 這個長鏡頭拉近 或者是說這個能見度很好當天 所以就能夠看到 我們今天專家就在現場 我們請蔡安廷副司令 來為我們解讀一下 到底這個是認知作戰 故意PO出來的一個大外宣 還是真有其事 因為中國跟國防部 現在講的不一樣 對 這個是標準的 我認為是認知作戰 我現在這個光學的技術那麼的先進 這個不難嘛 就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在我們全部掌握 這是他認知作戰 我認為消極了 你這是消極 而且事後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兩個 第一個先事前 第二個 科學數據清清楚楚 這個什麼角度 這個什麼能見度 這什麼距離 這什麼的高度 先講出來 你一講出來 他破網 他破功了 他本來想公布這照片 哇 這個通通被你掌握了一清二楚 我公布這照片反而自負其短 毫無認知作戰的價值 可能還失分 中共就不會公布了 我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呢 大外宣效果是有的 至少很多媒體的報導 我們說有時候有一些報導 片標題你點進去看 看久了你好像 還很多人會覺得真有其事 因為每次國防部出來澄清 都覺得晚了一步 或者是隔了好幾天 讓我們覺得 到底是他們還在想 怎麼樣來回應這個議題嗎 現在強調的是全民國防 全民國防一個很重要的 先知快報 人永遠只有唯一一次的第一印象 你後面的第二第三印象 沒錯 這就是重點 你掌握第一印象 我把這些數據 我要原原本本告答 這不是什麼機密 我認為不是什麼機密 它的高度是機密 這個戰機的它的航向 它距離澎湖群島的距離是機密 我認為這不是機密 那所有 那個現在雷達看了一清二楚 外面的民航的雷達 也看了一清二楚 所以我認為把這個事情 原原本本的 先把它公佈出來 讓全民瞭解 那全民就會關心這個國防 那現在整個態勢轉換之後 中共常態的 在台灣周邊的海域跟空域 戰備警循 我認為中共以後 會按照這個 西方這些重要的 重量級的議員也好 不管眾議員參議員也好 或者更高層的 這種具有政治性代表的人物 到台灣來 我認為它會按照比例原則 有一些軍事上的這些動作 比如說戰機 戰機常態性的已經會跨中線 但是價值會變多 你看它價值多少 因為這個是指標 價戰機多 表示說它在這個動作上是比較大 第二個 它以後這動作很大 晚上戰機的時候 晚上夜行 白天來 晚上也來 它現在大部分都是 90%都是白天 晚上沒有 你這一次來了 它以後 晚上也來 表示說它的這個 指標性拉高了 作戰任務又增加了 增加了 晚上也來 大半夜12點鐘 或凌晨兩三點 打夜行 跑到台灣這個 海峽中線過來了 這個就知道 這是個指標 第二個我認為是軍艦 軍艦不是現在 會在我們周邊 海域做戰備警循嗎 以後下次抵禁 到 因為海域跟臨街區 就變成臨海 再進來就臨海了 在臨海 他就在這個地方做測試 然後我們的軍艦 一定會做相應 剛才帥將軍講的 我們我們的軍艦 一定會過去 會掌握這個狀況 把它擋在那邊 但是他以後抵禁 你抵禁你 破禁你就要去做 因應 你要把它驅離 或者是警戒啊 藉戶啊 你不能讓他再 再往前面再推進了 這是一定的 第三個我認為 就是當面的軍演 他會在福建當面 做火力演習 火炮射擊 火炮射擊 增加的時候 飛彈射擊 有可能 會變成在當面 火箭炮也是火炮 火力演習 包括火箭炮 對著平安外 只要設定一個目標 30公里或50公里 畫個目標去 中間做火力演習 中間做火箭彈 火箭炮就出來了 甚至飛彈也出來 飛彈就用 東風-11 或東風-15B 或東風-16 甚至他有時候 承受提高的話 東風邀拐出來 東風-25 東風-26 也有可能 我們認為不要完全排除 料理重關 這才叫料理重關 如果第四個 航母會抵近 他這次因為航母出港 你看看 裴洛西8月4號來 他航母出港 在8月1號 太緊迫 航母在海上運動的速度 是很慢的 因為他下面 還有龐大的 掩護著這個編隊群 他不能很快的 快速移動 不行 8月1號才出來 太慢 下次會靈活 這個他得到一個經驗值 他會修正 下次不管是遼寧號航空母艦 從這個山東古鎮口出來 或者是山東號的航空母艦 從這個海南的 山雅灣出來了 都有可能 他這個會 看到要北邊 他是從山東過來 做遼寧號 要從南邊過來 山東號航空母艦就過來了 會有這樣 以後航空母艦 會來台灣周邊海域 可能滑東的外海 300公里500公里 他在那邊活動 給你周邊做一個 做一個 我們講到的就是一個 軍力的展示 給你做優惠 最後一個我認為就是 他會在這個當面 距離我們比較近的 就是上次不是六塊區域的 圍台演習嗎 畫在那邊 做海空實彈射擊 就在我們附近 跟這次六塊一樣 上次的時候不是六塊 八塊也有可能 甚至如果規模小一點 兩塊一塊 就在台灣周邊 底進演習 這種底進演習 對台灣的威嚇很大 因為是實彈 會不會是射到台灣 通過台灣上空 不要完全排除 因為以前有過 已經有先例在先 我認為不要完全排除 最後一個就是說 他就 我就做一個火力射擊 實彈通過台灣上面 落到這個滑東外海去 有沒有可能 不用飛彈 也有可能用火箭炮 打了 他上一次 8月4號那一次 圍台軍也就 8月4號到7號 他總共打了54枚火箭炮 但是他沒有射過台灣 他火箭炮是在平潭外海 打那個區塊 下一次的話 有沒有說火箭炮 穿越台灣的上空 我認為不要完全排除 因為這些都有可能 他也會做試探 經過試探之後 久了 有到達一定的數量 變成常態了 就直變就來了 就變成常態了 我認為這五個現象 就是外國 不管是議員 政治型的人物 或代表性的人物來台灣 具有指標性的 他就會做相應的提升 請視乎是旅行的 他會議員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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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